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6月5月7号 星期一 那么每天就是做早饭的时候 给大家捎带手去 点评点评 自媒体认为的 个人观点 误到的 今天是亮点和要点 其实金正恩他 把火车 载32个死人 送给习近平 是给文在寅看的 你们自己仔细琢磨琢磨 是给文在寅看的 他那个也是给川普看的 也是第三才是给习近平看的 因为他已经专访习近平 已经在大哥那儿得到了 定心玩了嘛 所以他才赶上前线 他是这样揪着大哥的衣服 大哥大哥大哥我去了啊 大哥我去了 大哥我去了啊 怕呀怕死了 那么胖的人他一天想着吃啥 一天想着就是明明清 吃喝玩乐 他没有什么大字啊 他永远是小兄弟 法上说了他是小兄弟 他就是小兄弟 中共一完他就完 这是法 所以所有的媒体 你不围绕着法来说 那你就是偏离大方向 还有什么 我为什么说他是给文在寅看 他28号 明天就要谈判 今天他送个火车 载个死人一群 还是高干子弟 你想 习近平怎么也得领这个钱吧 然后呢 文在寅看着怎么也得一多说吧 我的对他好点 他大哥对他 他后头有他大哥 金正恩就这个目的 他那个动作的那个心理 跟他在习近平面前 做记录是一个心态 在51岁至68岁的18年间 一个心态 就是 大哥我去了 大哥我去了 然后他那边对文在寅和川普的行为语言 就是 小心点哈 别对我采取啥啥啥啥 什么突然绑架 什么灭火九族 你们少来 我背后有我大哥 你们保我朝鲜一条命 保我一条命 咱啥话都好说 否则的话 我大哥跟你们 没完 他就是那劲儿 大家搞明白了 小二弟 小老弟 他就是小二弟 老大在那儿了 他就得是好 对他是好 本身就是 给那个谁一个见面 给下马威 文在寅 别想绑架我 其实就是说他 就他那个全世界人民 憎恨他这个核武器 搞得全世界不安宁 这个就像本拉登那样给他抓住 其实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如果那样的话 那就文在寅就失德了 因为你说的是和平谈判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君子动口不动手 这是陈小鲁献给 邓小平 江泽民 和胡锦涛 习近平 这四个领导人 他说不上话 又担心他们又在搞什么 六四那样的屠杀 因为这三十多年 几次都往那个方向 悬了 发展 所以 这句话能放住他们 也能让他们头脑清醒 想得人心 你就别证实你是流氓 每一步每一件事都证实你是流氓 嘿嘿嘿 屠夫 那你就 就去杀人吧 嗯 君子动口不动手 邓小平就错在这儿了 陈小鲁也进到这个任务 所以说你拼一拼图 从历史 从周围的环境 从胆量 从一直的所为 那给唐纳德的那国务院的内部文件谁给的 想就知道 再见 再见